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一秒听音乐 敬请关注 歌剧是一门古老的综合艺术 它融合了作曲 戏剧 美声技巧 表演和舞美等各种艺术 到了二十世纪 在电影电视剧的冲击下 看歌剧的人越来越少了 歌剧也变得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高端 但不少朋友对歌剧还是非常感兴趣 因为在格雷斯王妃的传记片里面 唱的是著名的歌剧《永叹调》 《我亲爱的爸爸》 在撒切尔夫人的传记片《铁娘子》里面 唱起了《圣洁女神》 而在007皇家赌场中 富商们居然在歌剧院里面谈起了生意 所有一切让歌剧重新变得时髦起来 当然我们听歌剧不是为了赶时髦 这是一种艺术修养 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 我个人觉得值得一听 也值得反复听的十部歌剧 我们中国人最想看的歌剧 当然是讲咱们中国人的歌剧了 我想到了《图兰朵》 普奇尼最著名的歌剧之一 这是唯一一部流传开的 讲中国故事的意大利歌剧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图兰朵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公主 一般公主嫁人有通婚联姻 有比武招亲 可是这位公主独树一帜 她想出了一个狠招 要猜谜招亲 大约西方的编剧 对我们的元宵节灯迷惠印象深刻 公主说猜我三个谜 猜中的可以跟我结婚 猜不中的可要砍头哦 条件是你得是个王子 这位刁男公主美若天仙 各国王子冒着砍头的危险 趋资落物 这样几年下来 周边的各国继承人们 都给杀得差不多了 可是流亡的达旦王子卡拉夫 还想冒险一事 这位落难的王子气宇不凡 眼里闪耀着英雄的光芒 果然这三个谜都给他猜中了 可是公主又耍赖不价 王子说 好吧 要不这样 你也猜我一个谜 你来猜猜我是谁 天亮之前你如果猜中 我愿意为你去死 公主说 都快帮我去查找他的声势 这个时候 歌曲里面唱响了著名的永叹调 今夜无人入睡 王子唱起来对他倾诉 用我的吻来揭开这个秘密 等到天亮 公主已经猜到了 他的名字就叫爱 这部歌剧在西方人看来新鲜 在中国人看来也很新鲜 如今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里面 已经不缺中国人了 可是歌剧的布景 道具仍然保留着一百年前 西方人对中国的天真想象 比如说宫廷里面表演的是 打伞的日本艺剧 而皇帝穿的是县令的官服 而且西方人以为 中国人都生活在京剧 或者皮影戏里边 剧中穿插了三位大臣 叫廷庞碰 廷庞碰这三个名字 来自中国的罗古晶 而这个喜剧表演的形式 分明来自威尼斯的面具戏 看到后来我们更迷惑了 中国哪有图兰朵这样 名字这么古怪的公主呢 其实图兰朵是波斯文里面 中国公主的意思 图兰是突厥 多特是女儿 这个故事来自波斯童话 是波斯人转述的中国故事 在口耳相传中已被掺入了 不少波斯人的习俗 因为图兰朵这部歌剧 莫里花成了在欧洲 最流行的中国音乐 在第一幕里面 女主角图兰朵应该没有现身 一直是一个背景 隐藏在面纱背后 如此神秘让她更加美丽 而她每一次在背景中出现 都伴随了一首莫里花 作曲家普奇尼其实从未来过中国 她仅有的一点中国音乐知识 来自一支音乐盒 这支音乐盒是图兰朵的编剧 西莫尼送她的 叮叮咚咚唱一首走调的莫里花 普奇尼却马上在这里 找到了东方的灵感 剧中除了代表图兰朵的莫里花 还有不少中国五声曲调的片段 最精彩的是三位丑爵 乒乓碰的唱段 作曲家没有模仿中国音乐 而是从汉语中提炼了音调 这些乐剧一字一音 平平遮遮 正是汉语区别于西语最鲜明的特征 其作家西莫尼是一位记者 1912年曾被晚间邮报派驻北京 在这部歌剧中 我们可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不只停留在表面的东方色彩 他让乒乓碰唱道 我在湖南有个家 蓝蓝的小湖围绕着竹子 这是到家追求的隐居生活 他敏锐地察觉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玄妙 而两位大臣在等着王子猜谜的空档 一位在准备红灯笼 另一位却在做棺材 生死只是一念之差 一步之隔 这些中国式的智慧 后来被反复引用 这部歌剧中最著名的是 其中的王子卡拉夫的勇叛调 在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上 三大南高音唱的主题曲 就是今夜无人入睡 几乎所有南高音都唱过这首歌 但我个人觉得 帕瓦罗迪的声音 是最适合卡拉夫王子的 虽然他胖得不像个王子 他的声音这样辉煌灿烂 这声音本身就是人类肉身的奇迹 吸取了自然界的光芒与渴望 他让我发现 卡拉夫对图兰朵唱了一页 唱的都不过是这一句 他的意思是 我爱你 我要将我的生命送给你 意大利歌剧作曲叫普吉尼的歌剧 如今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 最受欢迎的歌剧 比如他的代表作 波西米亚人 蝴蝶夫人 托斯卡 图兰朵 这些歌剧中的经典永叹调 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了 比如强尼斯基基中的 我亲爱的爸爸 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日 其实普吉尼的作品并不多 只有十来部歌剧 他缺乏维尔蒂那样旺盛的创作力 和正歌剧的历史厚度 但他的歌剧非常感人 非常激动人心 好像带着魔力一般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许因为他写的都是爱的激情 爱的悲壮的激情 这种频率会传染 将四周的空气都变了形 让我们心弦惊动 与之共鸣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经典的永叹调 晴朗的一日 来自蝴蝶夫人 剧情是这样的 美国驻日本海军上尉平克尔顿 娶了日本姑娘乔乔桑 在日本打发日子 他喜欢乔乔桑 就像喜欢一个日本小人偶一样 但乔乔桑以为从此找到了依靠 他甚至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纵盼清理 平克尔顿离开日本 一走就是三年 乔乔桑每天殷切的期盼 但三年之后 等来的却是平克尔顿和他的美国太太 他们想来领养乔乔桑的儿子 绝望中 乔乔桑答应了他们 觉得一切希望都已破灭 最后他泼妇自杀 全剧最终在平克尔顿 呼喊着乔桑桑的名字中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美的永探总是等待中的歌 平克尔顿离开日本之后 蝴蝶夫人乔乔桑每天眺望着大海悲叹 只是非常可惜 剧中的爱情只有一支永探吊那么长 我看到这里想起电影版的歌剧中 最初乔乔桑出嫁的时候 他在与春天的樱花树下远远走来 平克尔顿说 他的天真烂漫迷住了我 是的 他就像樱花一样烂漫 漫山遍野 但也像樱花一样很快的凋零 在最好的时候凋零 绝不妥协 绝不苟延缠船 普奇尼主要写这种现代题材的作品 后来他被认为是真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人物 什么是真实主义歌剧呢 音乐词典上是这样解释的 真实主义歌剧是在真实主义文学影响下 于十九世纪晚期在意大利产生的一种歌剧体材 描写的是底层小人物的贫苦生活 力求真实的再现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 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其实所谓的主义通常都是一种鲁莽的划分 真实主义歌剧的概念非常广泛 但真实是什么呢 如果真实只是现实 那也太缺乏技术含量了 如果真实能够成为一种艺术 必然是对生命本质的提炼 是情感的体验 是汹涌纠结的 难以解释的人的感情 这就是我们在《蝴蝶夫人》中发现的 一见钟情很真实 为爱去死也很唯美 剧情不再是第一位的 爱情以及一切不可抑制的生命激情 才是永恒的 因此在歌剧中 音乐总是排在第一位 唯有真实的音乐可以直抵人心 何况人的感情其实难以诉说 难以交流 只有对着天地歌唱 波西米亚人就是普吉尼的真实主义代表作 也一作艺术家的生涯 或者叫绣花女 割据脚本来自法国作家 亨利木杰的长篇小说 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场景 其实普吉尼写的也是 他自己年轻时艰难打拼的经历 现在看看剧情其实挺狗血的 就算你不懂意大利的唱词 也完全看得懂 一开始是大冬天 四个穷小子 奋斗中的艺术家 有诗人鲁道夫 画家马切罗 还有哲学家柯林和音乐家舒奥纳 他们一起住在巴黎拉丁区的旧阁楼里面 他们穷得很开心 很骄傲 看不起那些付得只有钱的财主 他们烧书稿取暖 捉弄房东取乐 有饭一起吃 有钱大家花 歌声里面的各种激情 叫人眼花缭乱 当然会有爱情 邻居绣花女妮妮来借个火 鲁道夫碰到他冰凉的小手 两人就此一见钟情了 两手涌叹掉之后 他们已经忘掉手头的工作 手拉手一起去巴黎的酒馆 和朋友们聚会去了 其实呢 咪咪患有严重的肺结核 这位女孩找借口分手 然后男孩嫉妒消沉 最后 临终的咪咪想再见鲁道夫一面 鲁道夫见到他的时候 顿时明白了一切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流泪歌唱 剧中最美的依然是涌叹调 女邻居绣花女咪咪 拿着蜡烛来借火 他体弱多病 走楼梯走太快 就昏倒在鲁道夫的怀中 当他离开时又丢了钥匙 两个人低头寻找的时候 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 黑暗中 鲁道夫不小心碰到了咪咪的手 他唱起了冰凉的小手 他唱道 你的手好冰啊 让我暖和他一下吧 顺便说起自己的声势 唱完之后 他要求咪咪也来谈谈他的近况 咪咪于是唱起了 我的名字叫咪咪 咪咪说 我单身 靠绣花为生 期待春天来临 月光下 明明脸色苍白 他那种脆弱的美丽 让鲁道夫心动不已 两首涌叹调唱完 两颗年轻的心 已经陷入了爱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性乐评人 感性文艺女青年 她是田一苗 热爱音乐与写作的她 更喜欢称自己为音乐作家 她穿T恤听古典音乐的讲座 长场爆满 受到众多年轻人的热烈追捧 到底该如何欣赏古典音乐 她将带来不一样的节目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一苗听音乐 敬请关注 波西米亚人这个真实主义皮材的歌剧 倒让我想到了另一部 如今风靡全球的歌剧 卡门 卡门也是讲述普通人 甚至一些社会边缘人的故事 这部歌剧坐于1874年的秋天 首演非常失败 作曲家笔才第二年就郁郁而终了 那些乐评人 保守的观众 那些所谓的正派人 纷纷质疑卡门 怎么可以让一个荡妇出现在舞台上呢 这个简直伤风败俗 简直没节操 让高贵的舞台和剧院蒙羞 但是音乐家们都不这么看 他们表示非常喜欢卡门 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伯拉姆斯就非常喜欢 像瓦格纳这么清高的人 居然去看了两遍 还有财科夫斯基 他看完之后非常激动 给梅克夫人写信说 十年之后 卡门将会是最大众化的歌剧 他的预言惊人的准确 卡门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 就算没有看过整部歌剧 也一定听过其中的 斗牛式之歌 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或者对前奏曲和奸奏曲 耳熟能详 我们就先来听最著名的斗牛式之歌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卡门是一位美貌而奔放的吉普赛女郎 她和烟厂女工打架 被抓了起来 她引诱了看管她的士兵唐赫塞而逃脱 唐赫塞爱上了她 而斗牛式也爱她 几乎见过她的男人都爱她 最后度货中烧 失去理智的唐赫塞杀死了她 世上的情杀案很多 但卡门的情节安排得非常讲究 生动活泼 而又逻辑严密 每一幕都有场景的变化 从西班牙街头到监狱到小酒馆到吉普赛营地 一直到斗牛场 这都是很有戏很有看头的场景 随着一幕一幕的发展 恐惧和悲剧性也在足迹递增 在故事的进展中 悲剧元素逐渐成了主宰 如此有力的戏剧性 让我们发现 这不是一部法国音乐家 搞搞异国情调的作品 它和之前那些王子公主 花钱月下的歌剧完全不同 它不仅是奔放的吉普赛女郎 和痴情士兵的爱情故事 它更是关于世上 所有陶醉与激情 与激情折磨的 真实的男人与女人 剧中的所有人物 都让人印象深刻 它们复杂 真实可信 传统的歌舞剧 人物大多比较平面 非黑即白 而且等级清晰 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或者穷人 富人 王子公主 男仆女仆 而卡门 却是一个复杂的吉普赛女郎 她美貌 热情 妩媚 奔放 非常的坦率 但她也有缺点 比如说她虚荣 希望所有的男人都爱她 而且这个人物是很有现代意识的 像一个现代独立女性 她要为了自己的自由去爱 在歌剧舞台上 我们看见了各种性格鲜明 情感丰富的女性 除了卡门 还有一位也许大家更熟悉 就是茶花女 小众马的小说 茶花女 已经出版 即轰动了全国 后来小众马又把小说改编成剧本 同样吸引眼球 再后来就有了维尔蒂的著名歌剧 茶花女 这是维尔蒂成熟时期的代表作 在这部歌剧中 茶花女这个形象 也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形象 她脸色苍白 身患肺病 挥霍青春 献身爱情 茶花女 维尔莱特是一位交际花 剧中她唱花枪女高音 一开始唱着轻快 甚至轻浮的歌曲 唱得无所谓的 得过且过的日子 她没有想过 要什么真正的 不可思议的爱情 但当她遇见阿芒 她唱道 或许她就是我 一直在等的男人 她是我生命的真爱 爱情挽救了她 让她成为一位高尚的女人 那么茶花女好在哪里呢 首先 歌很好听啊 像饮酒歌 美丽的一天 还有男女主角的永叹调 父亲的歌 甚至两个人争吵的歌 都非常的美妙 然后是表演形式也很赞 后来的舞会上表演的吉普赛之歌 都非常经典 如今已经成了音乐会的繁长曲目 再来听一遍 饮酒歌 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us-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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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有了罗希尼浦的第一部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这两部搭配起来看 也许味道更好 塞维利亚理发师是费加罗前传 讲述费加罗在伯爵与罗希娜的故事中 穿针引线 而费加罗的婚礼讲的是 费加罗自己结婚过程中的九泰百出 故事发生在17世纪中叶 地点在西班牙塞维利亚附近的 一个伯爵府邸 人物有不少 有伯爵 伯爵夫人 男仆费加罗 女仆苏珊娜 小同仆凯罗比诺 还有医生和费加罗的女债主 莫扎特特别喜欢写这样 成双成对的群居的生活场景 他自己家中也是每日人来人往 像个音乐俱乐部一样 这样一大家子人给了他不少机会炫技 写繁复又美妙的重唱曲 目不一拉开 就是甜蜜的生活 男仆费加罗和女仆苏珊娜 正欢天喜地的准备婚礼 一个在搭床 一个在织婚纱 可是好事多磨 眼前还有不少烦恼 伯爵很好色 成天想着勾引苏珊娜 伯爵夫人为伯爵的烂情 痛苦不堪 费加罗想出了一个主意 先制造伯爵夫人的绯闻 引起伯爵嫉妒 好把苏珊娜望在一边 然后再给她一点教训 比如说让凯鲁比诺 假扮成苏珊娜 去给伯爵送情书 但去赋约的是 装扮成苏珊娜的伯爵夫人 大家为这妙计乐不可知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玩笑 莫扎特非常擅长写重唱 二重唱 三重唱 四重唱 甚至六重唱 重唱是歌剧中的一个表达优势 它可以让很多人同时歌唱 人们可以直升不同的时空 各唱各的心思 各唱各的美梦 所以复杂的剧情 往往一首重唱就可以搞定了 我们来听一首费加罗婚礼里面 最复杂又最幽默的一首重唱曲 这是在费加罗婚礼之前 又杀出来一个费加罗的女债主 阿尔切琳娜 她举着债条大叫 如果费加罗还不还债 就要跟她结婚 于是这里就来了一首滑稽的重唱 我们来听一下 给予你福了 一首滑稽的重唱 所有的那种 我担心思 만 你担心思象 你担心思象 还可以上 我担心思想 我担心思想 你担心思想 我担心思想 你担心思想 你把我担心思想 你担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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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担心思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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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我们就明白了 当年费加罗的婚礼 为什么喜闻乐见轰动全国 因为他将宫廷艺术搬上街头 兼唱歌表演管弦乐和小品斗趣 就像将我们春节晚会上的小品和歌曲 搭成一部戏一样 达蓬特和莫扎特这样机敏的天才 精辟地捕捉了日常的戏剧 以歌唱放大幽默感 世俗笑料点缀迂回的戏剧和音乐结构中 当年皇帝以友商风化 竟演了伯玛舍这出戏 莫扎特和达蓬特将友商风化的剧情删掉 以音乐替代 英国乐评人大卫凯恩斯评价其中一首 众音道错的舞曲 他说这是对着贵族的屁股飞起一脚 如今这部歌剧被认为是具有启蒙思想的大作 获得了音乐史上无可匹敌的地位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的主角是平宁 是仆人 在莫扎特的歌剧中 最聪明强大的都是咱老百姓 平宁荣升为主角 这样的歌剧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贵族腐朽可笑 底层生机勃勃 男人愚蠢自负 女人机敏高贵 如此全民参与 组成了一副18世纪晚期的纵身像 费加罗的婚礼在维也纳演出的时候 被莫扎特的嫉妒者们做了手脚 高音忽然唱不出来了 乐队忽然演奏错了 所以当年反响平平 但是在布拉格却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 在布拉格 莫扎特受到了明星的待遇 无论他走到哪个咖啡馆 乐师们都会立刻换上他的涌炭调 你不要再做情郎 还有一群人齐声高唱 令他心情暴爽 那段时间他就在布拉格写他的另一部歌剧 堂皇 堂皇又叫堂乔凡尼 他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 他曾经诱骗少女 并且杀死了少女的父亲 这个恶人在莫扎特的歌剧中 被塑造成了著名的花花公子 当然诗人拜伦也曾写过一部长篇诗题的堂皇 在他的诗中 堂皇英俊博学 浪击列国 依旧是招风影蝶 女朋友无数 但拜伦将他写成了一个好人 一个正义和善良的化身 不论善恶 这个人物身上的狂奉不羁和冒险的精神 非常的有魅力 堂皇中有三位女主角 一位是被堂皇杀死了父亲的唐纳安娜 她带着未婚夫一路寻仇 一位是活泼的平民新娘采琳娜 堂皇出现在乡村婚礼上 差点就把新娘给拐走 还有一位是一路追着她讨个说法的痴情女 唐纳艾威拉 经典的歌曲应接不响 曲调的辨识度之高 堪称莫扎特的歌剧之最 这里的歌曲太优美了 在人们心里久久回荡 几乎把剧情给堵得有点不流畅了 莫扎特此时正在布拉格尝到了大街小巷 全民高歌费加罗的甜头 最灵感喷涌如泉 把堂皇泡妞的调子都写着异常优美 堂皇深情款款的唱 女人心惊摇荡的和 不培养出感情都难呢 比如我们来听这首 堂皇和采琳娜的二重唱 那么手拉手一起去别墅 这首歌曲太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莫扎特的那些传世歌剧 剧情都有点胡闹 像堂皇说的是著名花花公子 周游列国泡妞最后下地狱的故事 女人心则是一个捉弄女人的玩笑开大了 最后有点无法收场 而费加罗的婚礼表现 费加罗筹备婚礼过程中的一系列闹剧横生 只有魔敌有点复杂 混合了魔法 东方神话 打游诗和宗教色彩 据说在当时还有讽刺奥地利腐朽统治的意思 摩迪改编自童话 陆路的摩迪 选自诗人维兰德的童话集 叫金尼斯坦 对于莫扎特的歌剧来说 摩迪是一次神话 他离开了现实生活 将场景搬到了传说中的古老的东方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世界被诅咒 日夜分离 日升月落乱了秩序 人与万物不得生息 王子塔米诺 为了寻找节奏的魔法 只生远行 在穿越日夜分阶点的地方 他遭遇到妖龙的袭击 被夜女王的三位侍女救下 醒来的时候 他认识了可爱的捕鸟人 帕帕基诺 月女王给他看一副 公主帕米娜的肖像 王子认出了这位梦中情人 多么熟悉的女孩 好像半生流浪 都是为了寻找她 可是夜女王告诉她 公主被妖孽 撒拉斯托 母走了 正囚禁在日之国 这妖孽还偷走了大日轮 让日夜分离 王子发誓要救回公主 夜女王赠她可驱魔避邪的 魔笛与魔灵 由三位仙童指路 让她带着捕鸟人 一起去营救公主 并夺回大日轮 在树林中 王子见到了公主 果然这命中注定的爱情 让他们一见钟情 来到日之界 在王子面前有三道门 天 雾 和会 会和天无法进入 雾里面走出来一位圣者 告诉他 萨拉斯托其实不是妖孽 而是光明之国的领袖 他是一位心怀大爱的圣者 夜女王想夺回大日轮 继续与仇恨与迷信统治 此时各地子民纷纷请求 萨拉斯托解除日夜颠倒的魔咒 萨拉斯托于是告诉他们 帕米娜公主身负夜月轮 如果与大日轮结合的话 日夜便会恢复秩序 塔米诺是理想人选 但若要与公主结合 还需经历肉身难以抵御的考验 第一重考验是生命威胁 塔米诺勇敢面对 胜利过关 第二重考验是沉默 公主苦苦哀求 王子手势一言不发 公主以为他变了心 伤心离去 在第三重考验 水与火的考验来临时 悔悟的公主及时赶来 此时王子吹起魔笛 他们结伴顺利通过了考验 于是王子脱胎换骨 成为日资国的男子 此时快活的捕鸟人 帕帕金罗也找到了他的帕帕金罐 阴阳调和 风调雨顺 宇宙恢复了秩序 相比莫扎特上述的传世歌剧 摩迪意境高远 形式复杂 圣洁的宗教气息几乎让摩迪 披着道德说教的外衣 而形式的复杂 令他不至于圣洁到苍白 首先呢 他是脱胎自空俗的德国歌唱剧 因此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莫扎特综合了他多年的歌剧写作经验 比如说借鉴18世纪的欧洲古老的戏剧 而且将德国民谣融入意大利的歌剧 同时呢 也加入了一些维也纳通俗戏的表演 莫扎特一直是一个质疑道德规范的人 塔米诺和帕米娜这样的经典的精神之爱 第一次出现在莫扎特的歌剧中 但谁都看得出来 莫扎特自己就藏身在捕鸟人帕帕基罗那里 他的英容笑貌栩栩栩如生 这个人物是追求世俗享乐的象征 他唱到帕帕基纳 我心中的小鸽子 帕帕基纳 我亲爱的小娇妻 他们的歌叫人想起莫扎特写给他的妻子的信 他的昵称就是 我亲爱的小娇妻 我们来听一段这一首捕鸟人之歌 我亲爱的小娇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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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同意的走路? 然后我和别人想拒绝 我何欲时感觉? 因为我都可能在和别人看 我更多愿意义 我一直在瞎 我保持人家 我 et过去 在老和青 全村 我想 一面 Για女儿 我想 我去一个人 我知道 我去 让我 我会 测试 大部分朋友都是通过一些著名的永叹调而了解歌剧的 在听歌剧的时候 我也常常盼望那些交代剧情的段落快快过去 等着我心爱的永叹调唱响的那一刻 我第一次听见女高音卡拉斯演唱 满园鲜花的时候特别惊艳 于是去找来了这一部歌剧《梦游女》来听 《梦游女》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期的瑞士村落 美丽的少女阿米娜患有梦游阵 常常夜里一个人去花园里游玩 甚至还会梦游到陌生男人的房间里 村里人都觉得这姑娘作风不好 那时候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梦游阵呢 她的未婚夫也开始怀疑她 但是有一次纵人目睹阿米娜突然开始梦游了 人们才相信她 大家等到她走到安全的地方才将她唤醒 最后未婚夫也重新接纳了阿米娜 这样一个乡村爱情故事里面 却有一首无比美妙的《满园鲜花》 歌唱鲜花也歌唱青春 带着青春如花凋零的伤感 《满园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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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以永叹调出名的歌剧 《满园鲜花》 这是卡门的作曲家笔才22岁时的作品 这个故事发生在亚洲 在蛮荒时代的西兰 海边的采猪渔人举办盛会 推选祖尔加担任部落酋长 在聚会中 祖尔加遇见了多年前的老友纳迪尔 他俩曾经为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而反目 如今决定再续兄弟情谊 莱拉曾在洁白的寺庙中起誓 此生断绝情欲 一心祈祷 僧侣嘱咐她 如果违背誓言 等待她的将是可怕的耻辱和死亡 但悲剧不可避免 纳迪尔再次爱上了她 祖尔加度火中烧 当众判处他们死刑 莱拉将她的珍贵珍珠 托付她交给母亲的时候 祖尔加才认出 原来她就是当年救过她一命的小女孩 最后一场蔓延了整个村庄的大火 救了这对情侣 也将爱情 友情与恩情交集的纷乱 复之一句 又是新的一天 天地干净清朗 祖尔加等待着上天的惩罚 以前我没怎么关注这部歌剧 对剧情也无甚印象 感觉情调有余 人物与故事都不够鲜明 但里面有这支这么优美的涌叹调 好像与任何剧情和纷争无关了 好像作曲家借着这个故事的掩护而袒露心声 如果她心里没有这般情意 也写不出这等天然的境界 在歌中 在遥远的亚洲 古老的西兰岛屿 有个男人在芬芳的夜风里 回忆一个美丽的少女 星辰光滑 还有女人飘扬的面纱 此时爱与痛的回忆都只见柔情万种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十部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歌剧 值得听的歌剧太多了 只能感慨时间太短暂 如今当代的人们习惯闷骚 活得普遍不够奔放 用手机拉近距离 用微信代替情书 也许不习惯歌剧中说着说着就开始唱起来的表现方式 但人生的很多时刻 比如遭遇爱情 悲痛与狂喜中 你还是需要放声歌唱 尽情舞蹈才能足够表达的 这也许就是歌剧存在的意义 作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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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